小心啊 小心 你放松点 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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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 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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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莖 云莔 云莎 云莎 云莖 死了 没死啊 死了 恭喜族长 贺喜族长啊 圣国百年节一次 象征着百年一次的恩惠 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 第一颗圣国的成熟 等星辰把圣国采回来 咱们把它制成要善 与族人共同分享 大家都能偿命百岁 是好 大家都是脱了族长的福啊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祖长 祭祖法事已经做完了 少主可以去采摘圣果了 星辰哪 我一面拾苦带着少主去十人树林外等候 只要少主穿过十人树林采得圣果 那就算完成了祭祀 什么人 去看看 是 是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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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你这是鸡还是鸟啊 你放开 放开 放开 有 神说青年长命 怎么困了 放开 我不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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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 摔下来没事 啊 圣光 我 你谁啊 谁让你吃了 我辛辛苦苦下过来的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是你的 但是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不是我吃的 他自己飞进去的啊 真的 小偷罢了 什么小偷啊 你这果子在地上 谁捡的就是谁的 这我 你犯死罪了你知道吗 一会儿别人过来 看到你就死定了 你知道吗 一个破果子 你那么凶干吗呀 陪你 陪 你拿什么陪啊 你耍我 金子 什么人 清澄 没事吧 没事 剩我的 你说那个果子啊 我刚刚不小心吃了 不过你别着急 我能赔给你们 真的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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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你 你胆敢道歉甚苦 受死吧 安护 抓住他 追 是 这怎么办 你 嗯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我 谁干的 自己站出来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 不是我 啊 啊 你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又是你啊 偷吃了我的圣果 还敢来我的房间 胆子不小啊 那你还偷我书呢 那是我捡的 圣果也是我捡的 还想自夺理 你知不知道那个圣果 对我们神木族人有多么重要 那个神术千年一结成 百年一结果 就这么被你偷吃了 你犯了死罪你知道吗 什么死罪 那你要是觉得那圣果那么重要 你为什么不立个牌子啊 上面写着说 这个果子不能吃 那我又没有看到这个牌子 我怎么知道不能吃 算了 懒得跟你说 走了啊 好啊 那先走呗 反正外面到处都是吃人的树木 还有神木族的追兵 出去你肯定活不成 又不走了 你让我走我就走 这显得我很没有面子的 好啊 行吧 那随便吧 我回去睡觉了 给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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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睛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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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偷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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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怎么弄的啊 不告诉你 清晨 谁啊 来 躲起来 快 清晨 来了 清晨 马上 千万别说话啊 千万别说话 清晨 来了来了 清晨 阿虎 你来干吗 你这屋里怎么有女人的味道 什么女人味 没有女人 没有女人味 没有 那女贼逃跑了 你真没看见她 没有 清晨 这女贼偷吃了圣果 坏了你的大事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既然已经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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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着急的 娘 踩脚了 女贼 原来你躲这儿了 受死吧 阿虎 这个不能查 这个不能查 好 那就把你交给族长处置 把你千刀万管 给神术当肥料 兽医 你可得救我呀 我上有八十岁老母 下有一个痴呆地 行了 别说了 我知道了 好嘞 阿虎 你就跟他们说 没找到偷胜果的人 那怎么行 这不胡闹吗 我跟你说实话吧阿虎 神术生病了 你也知道 神术的新王 关系着我们全族人的命运 刚才叶姑娘跟我讲 外界的医术发展得特别好 是吧 叶姑娘 所以 你不能杀他 得让他活着 带我去外界学习医术 这样我才能回来救我们的神术 对不对 不行 你要是走 我就告诉组长 好 我就欣赏你这个性格 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被怕 我会 你不会 我会 你不会 星辰 月盈 她怎么来了 我哪知道 星辰你在屋里吗 谁啊 怪你什么事 不行阿虎 阿虎 我必须得走这一趟 你得帮我兜着点啊 不行 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怎么多啊 这样 让开让开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幻影石 你用它每天乔装成我 这个东西每天只能使用一次 你要记住 我的命运在于你 神术的命运在于我 好兄弟就这样再见 走走走走 星辰 拜拜 你走 星辰 走 总算是出来了哈 要是没有我的话 你要在里面待一辈子 你等等我啊 快去吧 快去吧 我 为什么我还会这样啊 你刚吃了圣果 控制不住内力 我暂时封住你的穴道 等你学会运气之时 才能使出轻功 好 谢谢啊 那个啊 既然事已至此 那我们就 就此别过吧 好 告辞 无必相送 在此留步吧 告辞 不是 你老跟着我干吗呀 你不是说让我去你的医馆 学习艺术吗 我就这么随口一说 是这样的 这外面啊 兵荒马乱 死的人特别多 为了你的性命着想 你还是请回吧 告辞 什么东西啊 别挠我 别挠我 走 我看 别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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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再不跑了 我不跑了 我真不跑了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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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 都是你啊 这个东西以后就归你了 不 别挠我了 不 别挠我了 哪 哪儿去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去哪儿啊 这回去的路程那么远 多辛苦啊 你不是说外面兵荒马乱的 让我赶紧回家吗 逗你玩呢 这外面可安全了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 我刚刚是给你做一个测试 进我们医馆的人 他都得做这个测试 恭喜你 这位凶太 你可以成功地进入我们医馆了 好 那我就跟你去看看 你跟我回去可以 但是你看那个东西 能不能把它弄出来 此次警察局发布会 将向公众展示 打击劫匪的新举措 市政厅诸位长官也纷纷利临 为警局加油助威 接下来 让我们热烈欢迎市长 尚官清先生 好 参会会长叶秋实先生 好 以及最为重量级的警察厅厅长 乔正坤先生 下面有请年少有为 智勇双全的警察局长 乔震天先生 上台发言 好好好 这么多人啊 云长 鱼儿 爹 诸位来宾 新闻发布会 正式开始 我们云海市自古以来 安静 民风淳朴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然而近日 却出现了一伙匪徒 接二连三地抢劫药材 以至于人人自危 民怨沸腾 匪徒的出现 那人就是帮你找药的人 让他动我干嘛 我怎么知道 这下我惨了 为什么 我欠他一个人情 他肯定会一直纠缠着我 要不要我帮你揍他一顿 经过 我们不懈的努力 不断地埋查 行 终于 我去啊 反正这拳台的人 都有枪 快去快去 把他们送他 送他一顿 看他想要那次了 没有这么说 今天我就放他了 我们警察的使命 就是 保护民众的利益 我们警察存在的价值 就是使百姓 安居乐业 即使在苦在累 我们也心甘情愿 好 好 好 怎么了 不 我 兵长 不要勺 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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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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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兵尔 什么啦 他中了七色护蜂毒 必须马上植 你谁啊 放你 我也别管了 先送兵尔回去吧 兵尔 慢点 兵 兵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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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快帮我按住他 快 快 云成 他的病你们治不了 我来吧 你是谁 不能让他治病 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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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这个来历不明 行迹可疑 不能让他治病 时间紧迫 再不救人 小命不保 燕会长 乔局长也没有恶意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 我们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还是提防一点好 那个 小兄弟 你就留在这里 会有人安排你的住处 鱼儿的病 你暂时别管 还不信我 他的病如果趁早治疗 他有得救 你想怎么救 这个房间只能离我和他 我最有办法 放屁 凭什么不能让别人看你治疗 我看你就是图谋不轨 你再不出去对你不客气了啊 大黄 看着他 是 老爷 你不客气了 那怎么办呢 你也会帮他 我也会帮你去 你不客气了 我来帮你去 你不要帮你去 你不客气 你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了 我帮你来帮你 说他能治 但是叶会长见他来历不明 也就没敢让他医治 阿阳 您要多注意休息啊 千万别累着自己 您忍实啊 闻萱 你去库房 把那盒上等人参拿过来 让阿阳带过去 好 谢谢叶父 还有啊 我自助了那么多孩子 数你最有出息了 做了大夫 也算是学有所成 你看看闻萱 连个税务监察的小官都做不好 一点男人样子都没有 我从小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要是没有依附您 我也没有今天 闻萱 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现在只希望 给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让他开开心心过一辈子 我真是 fuck 我再去承一顿 我也想要 我再去承一顿 我一直在去承二顿 早就不要 我再去承二顿 我这都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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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